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 我们来看新闻 国际金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 4号最新报告表示 在台湾当局领导人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也就是拒绝承认一个中国的情况下 两岸对话出现停滞 将不利于台湾的金融信用评级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穆迪指出大陆是台湾主要的贸易伙伴 两岸沟通机制中断 显示两岸紧张局势升级 对台湾信用评级有负面影响 台湾计划通过所谓新南向政策 来推动贸易与投资关系多元化 可能受到阻碍 穆迪表示 通过贸易投资和文化关系 建立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经济体 是台湾新当局的经济政策重点 但是这一新政策是否成功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岸关系 两岸政治紧张度升高 将限制台湾想在新区域 开拓经济和金融合作伙伴等 新商业关系的范围和效果 特别是新的合作伙伴 如果认为与台湾往来 会危及到他们与大陆的贸易和金融关系 他们可能选择优先考虑与大陆往来 无独有偶 岛内日前出炉的调查与专家分析也指出 蔡英文当局的两岸政策是决定岛内经济好坏的重要因素 台湾所谓中金院四号公布调查指出 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都认为 新当局两岸政策是影响今年台湾总体经济的前三大议题之一 台湾所谓中金院的负责人吴中书表示 两岸政策对岛内投资贸易旅游业都影响甚多 他举例向大陆游客赴台人数减少不止影响到饭店餐饮业 其他如纪念品半首礼高点夜的生意都可能衰退 两岸政策是影响台湾经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据团媒体报道高雄地检署侦办雄三导弹误射案 被调查中市高家骏及市官长陈明修的动机 采集了两人的毛发检验毒品反应 也吩咐两人住处搜索并查访了两人的社交圈 目前初步排除了蓄意发射的可能 高家骏7月1号上午疏于注意 在作战模式下误将雄三导弹发射 涉控市官长陈明修当时督导不周也存在过失 高雄地检署日前采集两人毛发做毒品检验 4号分别搜索高家骏台北住家 以及陈明修高雄住家 检方连日来还查访两人的交友网络 也查扣两人手机 初步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检方表示高家骏平时生活很简单 放假回家大多待在家中 外传高家骏沉迷手游和在线游戏 但是经过调查发现 他并没有沉迷于在线游戏 但应该有玩手机游戏的习惯 高家骏台北家中的电脑游戏 是他母亲在玩 高家骏也已经两年没有交女朋友 初步排除他因激进思想 而故意发射导弹的可能 台海军误射导弹事件 造成高雄吉利渔船 降绿声号船长黄文忠死亡 闯获的京江舰长林伯泽等 4名台海军军事官 3号傍晚赴皇家灵堂祭拜 一路爬进灵堂 避跪了40多分钟 这件事也引起了多方争议 据台湾联合晚报5号报道 已退役的台防务部门前发言人 罗绍和5号表示 家属在悲伤情绪中 要求相关人员跪爬进入灵堂 海军官员应沟通 不应让这种事情发生 军人怎么可以任意下跪 曾带过京江舰舰长林伯泽的 前台湾海军中校李秋田说 当局没有给军队最基本的尊严 军人是沉默的一群 最不敢发言 长官也没有支持 就连曾就读台湾陆军官校的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 也在社交网络上发文说 台湾完了 动不动就把军人羞辱到 比狗还不如 军人犯再大的错 宁可自杀或被杀 也不可以下跪 而曾经担任台湾陆军官校校长的 现任台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任 杨国强则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5号表示 导弹误射是极其严重的失误 把人家的父亲打成这样 肇事者爬一下又为何不行 杨国强还称 很多事要认账 家属当然会有情绪 军方就是错了 大家目前都还在情绪中 没有什么过不过分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都重点关注了哪些词讯和评论 我们来连接一下 本台的驻台观察员叶清零 清零把声交给你 好的小丽 今天台湾媒体呢 是继续关注所谓台湾导弹物射事件的后续 前面新闻里我们也看到了 四名军人爬进灵堂 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根据今天联合报的这个报道 带四名军人跪爬林前的参谋长 是自情处分了 他说当初是和家属沟通好的 四人私下去临堂致意表达歉意 没想到到了现场的场面就失控了 台湾的媒体认为 这是又一次重创台军士兵的士气的行为 一位退役的少将就投书给媒体 说这个看军人跪爬 他是老泪纵横 他认为军人最需要的 就是使命感和荣誉感 如今台湾的军人这两项 都已经被所谓的台独给打趴下了 可是对于台湾人民来说 把军人打趴下了 对大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联合报还特意配发了一则新闻分析说 蔡英文一边高谈改革 高谈会和军方站在一起 但是现在看起来面对压力 台湾的军方依然还是在孤军奋战 对于台当局各相关部门 对这次所谓的物赦事件的危机应对表现 今天联合报的社论标题叫做 安全系统失灵比物赦事件更为严重 文章说当局迄今的处理 都在纠责以及物赦程序的问题上打转 林全更是将调查箭头指向追究泄密 恐怕已经离题太远了 事实上真正让人担忧的是 当天是两岸最接近战争的一刻 攸关台海安危的台湾安全系统 却呈现迟钝以及失灵的状态 这是最不该轻忽的一个环节 没有及时的应对 又没有和大陆有畅通的沟通渠道 这比中式误案发射按钮要危险100倍 对于目前的调查暂时结论是误涉说 中国时报的评论认为 蔡当局试图用含混不明的定义和说法 蒙混过关 但这么做顶多只能骗骗台湾人 但是对外 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大陆 为这种误涉说辞所蒙混的机会 看来是不大的 这次飞弹事件之后 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强调 沟通的重要性 主张两岸应该就此来恢复两岸的沟通机制 这个说法是对的 但是却没有说明两岸的沟通是什么原因中断的 这种意图明显的就是想以当前立即的危机去冲淡 原先沟通中断的原因 根据旺报的报道 前民意代表国民党政策会安全小组召集人林玉芳 5号表示说熊三飞弹误涉事件发生之后 陆委会跟大陆沟通的态度就是 已经向你解释通知了 至于听不听随便你 蔡当局如果在这种时刻再强调 亲日态度南向政策 甚至是在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上的导向美方 将会更进一步的挑衅大陆 让两岸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林玉芳认为现在蔡英文当局处理 两岸关系已经沦为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这样的逻辑这是非常错误的 蔡当局积极希望能和美国日本结盟 亲美也就算了 还强调与日本加强友好关系 如今中日关系正因为历史问题 和东海争议日趋紧张 台湾在大陆和美日同盟间选边站 好事还没有来 坏的事情就会先发生 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 两岸关系极为悲观 好的以上今天我对台湾媒体的一些观察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谢谢庆林 我们再来关注岛内的新闻 台湾同军总会是一个帮助台湾青少年成长的社会团体 也是台湾至少五万六千名儿童的共同家园 而近日台湾同军总会变天了 7月3号 同军总会改选理事长 民进党籍的基隆市长林又昌 以15票胜出 现任理事长赵守博则连任失利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同军总会近日变天 本月3号改选理事长 结果基隆市长 民进党籍的林又昌 以15票胜出 现任理事长赵守博连任失利 林又昌作为台湾同军总会的首位民进党籍理事长 绿营方面期许他带领同军总会年轻化 成为培养台湾青少年领袖的摇篮 当选后林又昌表示 台湾同军总会是人民团体 理事长选举不应犯政治化 简化成蓝绿之争 同军组织本来就要年轻 有朝气 有活力 总会内部改革声浪已经非常大 据悉 台湾同军总会 共计有35期新任理事 投票当天有四人缺席 接数蓝营 最后 林又昌获得15票 赵守博13票 林又昌如愿成为全台同军总会剁手 岛内有资深同军干部分析 这35期李适中 蓝营占多数 若缺席投票的这四人都出席 林又昌能否顺利出现 很难说 因此有岛内媒体评价说 是蓝营自己弃手同军总会这块阵地 今年2月6号 台湾南部地震中 以围贯大楼倒塌 酿成人员伤亡最为严重 其中一家八口只有存活一味的李宗典 经过5个院的治疗 终于在5号出院了 虽然他送医不久就遭到了截肢 剩下了一条腿 但他不但摆脱恐惧 还要重返社会工作 另外一个心愿 就是要跟当时罹难的女友办明婚 我们来看台湾媒体的报道 虽然少了一条腿 但李宗典经过5个月治疗附件 不但能站起来 还能不靠拐杖走路 眼神满是自信 你没有拿管上的时候不会觉得有安全感吗 不会用恐惧的感觉拿掉了 言团中听得出来恐惧不见了 还急着要重返社会 但当初地震发生后 李宗典被发现时 可是这副模样 二月六号凌晨三点多 地震发生后 李宗典一度失联 直到隔天下午一点才被发现 由于他被压在瓦砾堆中 得靠救难人员徒手挖掘 才终于在55个小时后顺利脱捆 虽然捡回了一命 但世界也因此全变了样 因为原本连同女友 一家八口都住在围观大楼 没想到地震后 只有他幸运获救 包括妈妈 大哥大嫂 两名侄女 以及女友跟弟弟 全都罹难 我一直在做梦 今天白天来洗 我一直在做一样的梦 做一样的梦 等待救援时 李宗典不停做梦 当时没有说出口的梦境 也在他出院这天 得到答案 如今短短五个月 他不但走出心里的阴霾 也走出身体的伤痛 接下来 有唯一的姐姐陪伴 还有前公司的接纳 重返喜欢的摄影后制工作 更要为一路走来 给予祝福帮忙的贵人 快乐地活下去 东南卫视 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 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感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同时也要感谢月花不锈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5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谴责沙特阿拉伯多地 4号连遭恐怖袭击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反恐力度 声明说 沙特的吉达 盖提夫 麦地那几个城市 4号接连遭到恐怖袭击 这些卑鄙的罪行 发生在民众正准备开宅节庆祝活动之际 潘基文对袭击予以谴责 并向受害者家人 沙特政府和民众致以慰问 愿伤者早日康复 声明说 潘基文希望找出袭击制造者 并将其绳之以法 他强调 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应加强地区和国际努力 沙特的吉达 盖提夫 和著名圣地麦地那 4号分别发生刺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4人死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 5号在华盛顿强烈谴责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近日在世界多个城市连续发动的恐怖袭击 称伊斯兰国对伊斯兰乃至生命本身 丝毫没有尊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 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近日在土耳其 孟加拉国 伊拉克 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 发动的恐怖袭击 表示强烈谴责 科比表示 伊斯兰国在世界各地连续发动恐怖袭击 尤其是在穆斯林最神圣的节日里 发动袭击的目的 是要在全世界引起关注 传播恐怖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一架从美国纽约 飞往以色列最大城市 特拉维夫的以色列航空公司航班 5号遭虚假炸弹威胁 目前已安全抵达目的地 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外交部的消息说 这架以航波音747客机 在纽约起飞后 美国联邦航空局收到匿名消息称 这架客机上被放置了炸弹 美国方面因此通知了瑞士方面 瑞士政府在这架客机飞越瑞士领空时 派遣了两架战机进行护航 这架客机5号 已经准时降落在特拉维夫的 本古里安机场 报道说 对客机的检查结果证明 客机上并没有放置任何炸弹 但是报道没有提及 检查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进行的 据报道 土耳其军方一架直升机 5号晚上在土北部吉雷松省境内坠毁 导致6人死亡 多人受伤 当天一架载有15人的 希克斯基S70直升机 在土耳其北部吉雷松省 阿鲁基拉地区坠毁 机上人员包括黑海地区宪兵指挥官 他们计划前往当地一个军营 参加开斋节庆祝活动 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对媒体表示 坠机事故是恶劣天气导致 几雷松市市长阿克苏说 坠机已经导致6人死亡 多人受伤 今年5月13号 土耳其军方一架眼镜蛇武装直升机 在东南部被反政府的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击落 机上有两名士兵死亡 匈牙利总统阿戴尔5号宣布 匈牙利将于10月2号 就是否同意欧盟向匈牙利强制性分摊难民问题 举行全民公投 匈牙利总统府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 总统根据基本法 全民公爵法和选举法规定 确定了全民公爵的日期 据统计 匈牙利有大约800万选民 根据法律规定 投票率需超过50% 全民公爵结果才有效 去年9月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投票通过了 转移安置意大利 希腊等国境内12万外来难民的方案 这一方案遭到了匈牙利等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对 去年12月 匈牙利向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 递交诉讼状 反对欧盟按照配额强制分摊难民 今年2月24号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宣布 政府决定就是否同意欧盟强制性 向匈牙利分摊难民问题 举行全民公爵 5月3号 最高法院决定可以就此举行公爵 5月10号 国会以136票赞成 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举行全民公爵的举议 本月4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开始其非洲四国之行 这也是在时隔近30年后 以色列总理首次出访萨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在五天的行程中 内塔尼亚胡将访问乌甘达 肯尼亚 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 作为本次行程的第二站 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亚塔 5号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会面 并举行会谈 当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与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亚塔 就反恐合作 能源开放 农业技术等领域展开广泛探讨 据了解 内塔尼亚胡是首位访问肯尼亚的 以色列现任总理 同时也是近30年来 第一位出访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以色列领导人 有媒体分析称 内塔尼亚胡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改善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 削弱巴勒斯坦在这一地区的支持 同时加强反恐领域的合作 本月2号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就邮件门事件 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人员 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面谈 日前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 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时 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的行为 极为粗心 但不建议对其提起刑事诉讼 当天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 批评希拉里及其助手 在处理最高机密信息时 极为粗心 但他同时表示 没有证据证明 希拉里有主观故意 因此没有进行刑事指控的基础 他不建议对希拉里提起刑事诉讼 去年三月 希拉里承认 在任职美国国务卿期间 使用私人邮箱处理约六万封邮件 其中三万封应涉及私人生活 已被其团队删除 剩余的约三万封上交美国国务院 这些邮件全部经由 希拉里家中的私人服务器 发出和接收 美国情报人员 去年八月审查希拉里上交的邮件时 发现两份涉嫌涉及最高机密内容 使得外界对希拉里行为 是否导致泄密产生质疑 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 借助调查希拉里使用私人邮箱 和私人服务器处理公布的行为 是否属于对机密情报处理不当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件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 带您继续看新闻 以龙脉相传青春中华为主题的 2016年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7月5号在北京开营 近千名来自台湾岛内和海外的台胞青年 将通过青年创业创新讲坛 高校交流 以及摄影比赛等多种形式 加深对祖国大陆的认知和了解 本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共汇聚了从台湾岛内海外的近1000位台胞青年 以及近200名来自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 在大陆各地的台湾省级大学生志愿者 来参加夏令营的台湾同学表示 近年来大陆的快速发展 使得他们想到对岸来走一走看一看 大陆丰富多彩的文化也非常吸引人 希望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 加深对大陆的了解 为未来在大陆学习或工作打好基础 国家有更多的交流 然后跟两岸的学生有交流 然后也通过这一次的机会 然后来到这边 然后就是看各种不一样的风景 全国台联党组书记苏辉 在开营仪式上表示 希望参加夏令营的台胞青年 能够通过亲身感受和体验 了解大陆的历史文化 人文风景 体验大陆的发展和变化 从与大陆青年的交流中 增进理解收获友谊 而在当天上午的开营仪式之后 夏令营的重头戏之一 青年创新创业论坛也正式举行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高鸿斌 图牛旅游网首席执行官 于敦德等知名企业负责人 和在大陆创业成功的台商台生代表 围绕青年创新创业的主题 做了精彩的演讲和交流 目前是一个大众 这个万众创新 大众创业的时代 所以我们想呢 今年搞一个青年的 两岸青年的创新创业讲坛 给大家暖暖场热热身 希望这个在座的台湾青年呢 将来无论是在台湾 在大陆都有这个 在创新产业去创业的 这个追求 希望他们事业能够成功 据了解 本次夏令营还将举办 两岸青年的高校交流活动 参访北京的名胜古迹 举办摄影威视频及真文大赛 在北京的总营活动之后 千余名台胞青年营员 将分别赴大陆28个省市自治区 继续感受祖国的灿烂文化 并参访各地的台资企业 和清创基地 随着南半球冬季的象龄啊 生活在南极冰冷海域的 南陆几经 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 而阿根廷南部的民众 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观惊季 每年六月份前后 南陆几经都会从 南极冰冷的海域 来到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的 努埃沃海湾 寻找更温暖的海域繁育后代 而这里也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 可以在岸上观惊的地方 因此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南陆几经因无背棋 而且生活在南半球南部海域而得名 它体长最长可以达到18米 完全成年的鲸鱼体重 可以超过100吨 由于自古以来遭到人类大量捕杀 南陆几经如今的处境岌岌可危 据报道 全世界范围内仅剩1万头 为了对这种并微生物加以保护 当地政府每年观经济 都会对游客的数量加以限制 在东非国家肯尼亚的大草原上 生活着很多野生大象 然而这些大象却经常闯入当地的农田 践踏庄稼 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为此肯尼亚的一个大象保护组织 决定修建一个长达163公里的防护栏 防止大象随意闯入农田 实现大象与人的和谐相处 这里是位于肯尼亚中部的莱基皮亚郡 当地生活着近6300头野生大象 同时这里也拥有大量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农田 然而这些大象却时不时闯入农田 践踏庄稼乱吃果子 给当地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 据统计当地平均每天会发生近十起 大象与人类的冲突事件 为此当地的一个大象保护组织 修建了一个长达163公里的防护栏 为防止大象随意闯入农田的同时 也保护了大象免受偷猎者的袭击 实现大象与人和谐相处 如今在这条防护栏的保护下 当地农民也重新开辟了大片农田 与此同时 大象与人类冲突事件的发生也相应随着减少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官方微博 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